半夜,雾打滴。 夜深人静,花夏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二点。 结束了一天的劳累,是该去休息了,只见花夏起身锁了门一起呵成,然后向着外面走去。 花夏是一家奶茶店的老板,夏天到了,这段时间奶茶店挺火爆的,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很多人到这里的评价就是,好喝。 花夏不得不每天很晚才回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呀。 街角的灯,不知道被哪家小毛孩打破了,早已经不亮了。 天光更加不作美,只听得轰隆隆,雷鱼声震动,眼看马上要下雨了,没办法,花夏只好加快了脚步。 嗨,美女,要去哪里啊? 此时一个声音出现,花夏侧身一看胡同,只见一个火光晃动,慢慢走出来一个叼着烟卷的司机。 司机微微一笑,我这就上个厕所,正好赶上你回家也是缘分,最后一旦我不收钱送你回家,怎么样? 这花夏心里想还能有这好事,但是眼看暴雨来袭,内心也纠结。 嗨,如果我是坏人的话,现在你还能站在这里说话吗?别犹豫了,你不上车,那我自己走了啊。 司机看了犹豫不决的花夏,只好转身向车走去了。 等等,师父,我走,首先谢谢您了。 一声惊雷响着大地,花夏看了看天空,做出了决定。 车缓缓动了起来,司机问了一下花夏家的位置,然后就上路了。 一路上,花夏时刻提防着司机,司机也只是笑笑,路过了一拆迁处,车居然不动了。 花夏问了一下, 司机回头用谄笑的声音说道,我受了七年的罪,人间七天,抵御七年呢,你该没有忘记七天前的事情吧。 花夏疑惑道,七天前什么事啊? 同时花夏看了一下司机瞬间吓得冷汗直冒,这司机头竟然一百八十度转了过来, 眼神凌厉地直勾勾地盯着他。 啊,鬼啊,救命啊! 花夏打开车门就跑,边喊边跑,这期间他终于想起七天前的事情。 那晚花夏回家,在途中横穿马路,当时一辆出租车为了躲避他而撞向护栏,司机当场死亡。 花夏因为害怕过渡没有报警,之后也因为害怕过渡丢失了这段记忆。 你跑不掉的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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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声音不断涌入花夏的耳朵,花夏跑到一个地方正想休息一下,司机再次出现。 头部血肉模糊,眼眶血水直流,花夏只好再次拼命地跑,但无济于事,又跑到了相同的地方。 他明白这是遇上了鬼打墙。 求求你,你放过我,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有罪,我有罪。 花夏不断地跪地求饶,头发散乱,害怕到极点了。 你也知道害怕了。 花夏此时冷静下来,向着声音望去,只像一个身穿白衣打扮的男子看着自己。 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害怕。 你无心犯错,却伤害了一个人也想求的原谅。 但是,你原谅那个无辜的人了吗? 啊?啊? 花夏不断拍打自己的脑门,现在头痛欲裂,往事一件件浮现。 曾经有一天,花夏因为男友的背叛伤心欲绝,在一个雨夜自杀。 他的怨气很深,是要杀遍所有热恋中的男人。 每个夜晚都会展开杀戮,一天一名司机来到店里,买了奶茶以后欲离开。 本来没有生命危险,但却因为他接了一个电话。 女友不放心外地工作的他,他们寒寻了几句,甜言蜜语,让花夏觉得男人更加可恶。 司机上车,花夏跟了出去,迅速飘到路中央,司机抬头看到满脸嗜血的花夏,吓得一个机灵,撞向了护栏,直接死去了。 你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我创造这个幻想,是让你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走吧,跟我回去吧。 花夏现在已经是气不成声,只是微微点头,跟着白影离去了。 父亲的爱 小晴是个长得漂亮,但比较任性的女孩子。 她的父亲和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这么多年都是父亲一个人在照顾她。 父亲现在在某个建筑工地做临时工,只要工地不忙,晚上还要去给别人送餐,赚来的钱基本都给小晴了。 自己每天只吃咸菜和粥,因为父亲实在没有时间管小晴,家里也没有什么钱。 所以,她高中读了一半,便辍学了,每天和社会上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 每次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别人都在炫耀自己家多么有钱,多么幸运,多么美满。 小晴也会吹嘘自己家庭特别好,但是从来不带朋友到自己家里玩。 因为,小晴家里很穷,买不起手机,所以她经常在外面玩,好几天也不回家。 父亲虽然担心,但是也很无奈。 一次父亲在晚上给别人送餐的时候,看到小晴和几个比她大几岁的男孩子在一起。 父亲想去拉小晴回家,可没想到,小晴根本不听她的话,还对身边的人说, 这不是我爸爸,我不认识她。 结果,就是父亲被几个混混打了一顿,而小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这一切。 从那以后,父亲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小晴,怕她被欺负,但是小晴却越来越少回家了。 这一天,父亲在工地干了一天的活,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休息一会儿,准备去送餐的时候, 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走了,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要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看完之后,父亲来不及多想急忙跑出去,骑上电动车,去寻找小晴。 父亲把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转变了,甚至郊区都去了,也没找到小晴的影子。 就在父亲准备放弃,打算回家的时候,路口突然出现一辆大货车,还来不及反应。 大货车就从父亲的身上给压了过去,鲜血流了一地,现场让人惨不忍睹。 此时,小晴正和他那些所谓的朋友们,在KTV里尽情地唱着,玩着,笑着,根本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 小晴,你也该买个手机了,要不想联系你多不方便呢。 一个叫阿强的男孩说着,小晴喝了一口酒,说, 我没钱呀,你以为我不想买吗? 阿强说道,哎,我一个朋友家里很有钱,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啊。 小晴的眼睛顿时亮了。 真的呀,那太好了,我也有手机用了。 说完,阿强走到外面去打电话,一会儿阿强走进来告诉小晴,明天就可以去拿钱。 小晴特别高兴,当天他们喝了很多酒,第二天,阿强带着小晴来到一个叫阿森的人家里,他们聊了很多,但是小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他只想着赶快借钱,然后就可以买到他自己喜欢的手机了。 从阿森家里出来,阿强就带着小晴来到了手机店,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小晴当时特别高兴,忘乎所以,还亲了阿强一下,但是他没看到,一抹邪恶的笑在阿强的脸上一闪而过。 这几天小晴每天都在旅馆抱着手机,一天到晚乐在其中,但是好景不长,他玩手机,但是忘了他的手机是借高利贷才买的。 这天早上,阿强打了电话,邀请小晴去附近大酒店玩一个游戏,小晴没有犹豫,就直接去了,来到酒店,上了电梯,来到四层,404号房间。 小晴推门进去,看到里面除了阿强还有阿森,小晴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阿强走过来,就把门反锁了。 把小晴带到阿森的面前,阿森开口说,小晴,这都好几天了,你借的钱该还了吧。 小晴睁大了眼睛,这么快,不会吧,这才几天呢? 阿森说,当初说的,就是这几天还钱,怎么,想赖账? 不不不,森哥,我不想赖账,但是我真没钱。 小晴有点害怕了,阿森诡异地笑了起来,没钱没关系,可以用你的身体还呢。 说到这里,小晴转身就想跑,可是阿强在他身后一把抓住了他,就把他按在床上。 阿森走过来,打了小晴两巴掌,臭丫头,到这个时候了还不老实。 不,森哥,你听我,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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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没等小晴把话说完,阿强就用毛巾把小晴的嘴巴堵上了,然后用自己带来的绳子把小晴捆了起来。 就在他们两个准备把小晴的衣服撕开的时候,阿强被一股巨大的力气直接抛飞了,撞在墙上,瞬间晕了过去。 紧接着,阿强的耳朵传了一个声音,不许碰我女儿。 然后,阿强的身体不受控制地自己走到卫生间,一拳打碎卫生间的镜子,然后用满是鲜血的手掀起了一块锋利的镜子碎片,朝自己的脖子划去。 伴随着救命声,阿森倒在了血泊中。 小晴已经看呆了,阿森倒下之后,他看到从卫生间走出来一个人影, 看着非常像自己的父亲。 那黑色的人影走到小晴的面前,看了他一会儿,渐渐地消失了。 绑住小晴的绳子自动解开了,小晴不敢多呆,慌张逃回他现在的住处。 没多久,他就被警察带回了警察局,做完笔录他才被告知自己的父亲在寻找自己的时候出了车祸, 人早已经不行了。 小晴回到家,他看到父亲的遗像,看到桌子上,小时候父亲抱着他的照片。 照片上,父女俩洋溢着笑容,他抱着父亲的遗像,眼泪从小晴的双眼滚落下来, 滴在父亲那微笑的遗像上。 爸爸,对不起,我错了,你回来啊,爸爸。 青蛙怨魂的复仇 大强和他老爹是我们村子里的养娃人,在村南头小庙子附近圈了一块水池。 我们这边把种水稻的地叫做水地。 这个大墙有点精明劲儿,圈起一块水地,种上一部分水稻。 别人家水稻都是怕虫子来吃,他家倒好,虫子越多越高兴。 因为这些虫子可以用来养青蛙,都不用自己费事。 青蛙的吃食都有了,等青蛙一长大,一个个捉起来拿到集市上去卖, 地里的水稻又可以自家使用。 这村子里的老人劝大强他爹,说这行啊,上天害理, 杀业太大了,对他们家人都不好。 这大强他爹也犹豫过,但是每当从集市上回来, 看着那一张张票子,心里头嘀咕啊,也就不存在了。 这爷俩生意也是好的出奇。 用了两年时间,家里头就盖上了大瓦房, 这下村里头就没人说啥了,眼红的人偷偷也开始这么干了。 可是啊,没有一个成功的, 每次去集市上带多少只青蛙, 回来还是多少只。 时间久了,这爷俩在集市上也混出了点名堂来。 跟几家饭店,有了来往,这下子青蛙的供应量不够了。 爷俩又圈了好几块水地,动员全家一起养青蛙。 这人怕出名,猪八状。 记得那时候还有人眼红,要给他家水地下药。 这家里有钱了,就不愁没人给说亲了, 那一年大强结婚了。 媳妇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儿。 这下大强可算是村子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了。 走到哪儿,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问题也就出来了。 大强和媳妇生不出娃,小两口没啥往医院跑, 每次的检查结果都是两人正常。 大强他爹妈急得都不行了,各种偏方都用过了, 就是不见任何效果。 大强媳妇肚子还是平平的。 这大强结婚的第五年,村里来了一个幽方的老道。 大强他爹赶忙把老道士请到自己家里。 向这老道士讨要一个延续香火的方子。 谁知啊,那道士到了门口死活不进去, 说这屋里全是死去的青蛙,样子惨不忍睹。 这话可把大强他爹给吓坏了, 一下子又想起来,前几年村里人劝他的话, 说这行啊,伤天理,杀也太大。 赶忙把情况给老道士说了。 老道士听完之后是唏嘘不已, 嘴里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大强他爹也是个聪明人, 赶忙求老道士让他给指一条明路。 老道士沉吟片刻说, 你家沙业过重, 子孙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我看很难办, 不过既然遇上了, 就要尽力试一试, 化解一下怨气。 据说那一晚, 大强家传出来一阵阵的蛙鸣, 那蛙鸣都是惨烈的叫声, 不同意忘, 吓得这村里那些大狼狗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了, 直到天明, 惨烈的蛙鸣声才散去。 据说那老道士和青蛙怨魂们达成了协议, 给这些怨魂超度, 把大强家的子孙府给续上了, 并且要求大强家以后不能再做这行了, 以后不吃蛙肉。 这一家人满口答应, 还要重金筹谢老道士, 老道士白白手说, 这钱是冤孽钱, 怎么来的怎么去, 有缘再见, 贫道去了。 这一大强一家人也没有强作挽留, 之后还真把自己圈的地全部中了水稻了, 不再养蛙。 这半年以后, 大强的媳妇果然怀了孕, 十月怀胎是一朝分娩, 大强有了后了, 孩子一天天长大, 已经五岁了, 大强又动了养蛙的念头, 毕竟这行来险太快了, 终归受不了金钱的诱惑, 恰好此时大强的爹妈已经去世, 家里是没人管他了, 自己又圈了一块地, 赶起养蛙。 这家族里的长辈纷纷劝他, 可是大强也有理, 现在我有媳妇有孩子, 不挣钱怎么养活这一家子。 劝了几回, 见大强不听, 也就没人管他了。 大强在卖了几次蛙以后, 报应啊, 真的就来了。 先是媳妇做饭失火, 家里的主房烧没了, 只剩下一间厢房。 紧接着, 大强自己捉蛙时划了一跤, 愣是把腿摔断了。 最后小儿子的相貌也开始变了, 眼睛和嘴巴越来越大, 鼻子开始塌陷, 两个鼻孔朝天, 冷得一看, 就真的和一只大青蛙的头似的。 两口子带着孩子去了各大医院, 这大医院还给一看, 小医院呢, 直接就拒绝了。 最终啊, 也是没能留住孩子的命, 孩子去世的时候, 整个身体趴在床上, 姿势和青蛙是一模一样, 嘴里不时还含糊不清的蛙鸣。 孩子走了, 大强的腿断了, 大强媳妇最终也跟着一个外来人跑了, 抛下一个瘸子的大强, 孤零零的一个人。 没事的时候呢, 就一个人坐在水地边上, 朝着里面的青蛙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 过去了几年, 大强也去世了, 他几个同族的兄弟给他办理后事, 埋葬那天, 孙中出现了很多青蛙, 朝着棺果拼命地叫着, 仿佛要把棺果中的东西给吃掉一样。 古一开关寻主 李博士在学校时, 学的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业, 目前在一家拍卖公司, 担任古代服饰收集和拍卖主管。 既然是和古物打交道, 经历的古怪事自然不会少的。 不能分开的古一, 一次, 李博士接下了一个海外的古服饰收藏家, 是个法国老头, 他一生迷恋收集中国古丝之品, 如今到了垂暮之年, 希望将毕生收藏转让。 李博士专门带了助手赶到法国看护, 果然是收获颇丰, 虽然价钱有点高, 但还是坚持买了下来, 等到双方强获两清后, 老头和他们说起了一件事, 这套衣服里有两件衣服, 拍卖时必须成套, 因为一旦将其分开, 会有厄运袭来。 对这种迷信说法, 李博士向来是嗤之以鼻, 然而就在他们一行人准备发动车子离开时, 车子却出故障了, 一直打不着火。 李博士这才想起老人的嘱托, 于是马上让人打开箱子, 将两件古衣放在了一起, 这次车子顺利启动了。 回国以后, 李博士特地去查了这两件衣服的来历, 但是根据刺绣风格, 大约可以判定是四川鼠袖以外, 其余资料一概没有。 时间久了, 李博士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因为这两件衣服卖向普通不算名贵。 在拍卖当天, 这两件衣服的竞拍者果然是寥寥无几, 但奇怪的是, 为数不多的竞拍者中的一位, 对两件衣服似乎是情有独钟, 每次提价都是遥遥领先。 这位竞拍者老孙和李博士也算是旧时了。 对于他为什么对这两件衣服情有独钟, 李博士专门询问。 但是老孙总是敷衍了事, 直到一天, 老孙突然找到李博士, 谈的就是两件衣服。 原来老孙的父亲当年也是做倒卖文物这行的, 而且只收清代以前的衣服上绣有金屋图案的旧衣物。 至于为什么如此, 父亲在临终前告诉他, 这些衣服和明末四川张献中的宝藏有关。 因此, 老孙在偶然得知有两件袖有金屋图案的衣服出现在拍卖场时, 便花大价钱将其拿下。 衣服拿到手后, 老孙将这两件衣物翻来覆去研究了好几个月, 却完全摸不着头脑。 有一天, 他继续将这两件衣服反复地摸缩时, 突然发现透着光看, 这衣物里隐约有文字的痕迹。 老孙叫来财富, 将里面的面子和里子分开来, 果然正面刺绣的各种图案到了背面的针脚, 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文字的模样。 思考再三, 他抱着两件衣服, 又找到了李博士。 李博士对于他所说的张献宗的宝藏的说法, 第一感觉就是无稽之谈, 不过, 在他看了衣服背面的文字后, 也颇感好奇。 于是他约了几个对古代宗教文物有兴趣的朋友私下来看看。 多位专家辨认后, 有几帧指出, 这图案有点像道教的符。 这位专家将这些符文破译出来, 纸乡的地方就是巴山。 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李博士和老孙决定去看看。 老孙一行人来到了神农家, 拿着古衣寻遍当地, 终于一位上了年岁的老太太, 看到这件衣服以后随口说了一句, 这衣服和他们年少时上山祭拜的纸衣服的花纹差不多。 这里以前有个庙, 有一对神仙夫妻在这里治病救人, 后来庙没了, 人也不见了。 但是这里的人有什么大病小灾的, 还是习惯的上山祈求, 颇为灵验。 李博士连忙请求这位老太, 带他们前往祭拜处。 在收下五百块钱好处费后, 老太欣然答应。 第二天一早, 一行人在山上是七拐八转, 在浓密的树林里, 突然出现了一小片平坦开阔的土地, 中间立了一块大石头。 李博士随行的一群人, 专门带着精通风水勘余的专家一来到此地, 就悄悄地对李博士说, 这里风水极架, 是个尚好的冲举之处。 所谓冲举, 就是道教队非生得道的一种称呼。 开语专家继续说道, 如果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必须挖地三尺才能明白。 李博士一听就明白了。 李博士一行人先跟着老太下山了, 夜晚一行人又摸痕上山, 再次找到那个地方, 开语专家大致画了一个范围, 就让几个兄弟下手了, 不一会儿, 他们挖出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而几个小时后, 一幅石棺险露出来, 大家的眼睛都直了, 因为石棺的盖子没有盖岩, 而棺内是一男一女两具尸首, 面相如生。 除了身上一层白毛以外, 竟然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大家就慌了神了, 商议者赶紧将棺果给掩埋了, 离开此地。 然而正当众人打算重新掩埋的时候, 老孙却大喊, 慢! 只见他把随身带着那两件衣服拿了出来, 趴下坑去, 将棋披在两具尸首上, 让众人盖棺掩埋。 一行人赶回小镇后, 李博士问老孙, 为何突然想到将衣服放进棺材里? 老孙说自己啊, 当时似乎不受控制了, 脑子里只装着这个念头, 又或许这两件衣物, 本来就属于躺在棺材里的那对男女, 现在放回去也算是五归原主吧。 这番话让李博士的心许难平, 难道这两件衣物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老槐树的恩情 我们村亮麦厂附近有一个老戏台, 戏台在两边都有一棵老槐树, 这两棵老槐树快有年头了, 村里快百岁的老人说自己小的时候, 这树五六个小伙子都抱不过来, 想必是有几百年了。 我爷爷告诉我, 他小的时候, 每当夏日夜晚, 村里人都会聚在老槐树的树荫下, 大人们打牌下棋, 小孩们戏耍, 村东头的王老头就会推上一小车的西瓜, 来到大槐树底下摆摊, 每次都提前早早地来到槐树底下, 拿出两个西瓜, 放在老槐树下的水井里镇上一会儿, 这当村里人来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会把西瓜捞上来, 用刀切成一角一角的, 每个来乘凉的人都可以吃, 不要钱, 你吃得好了觉得味道不错, 可以自己掏钱买个瓜, 不得不说, 这王老头还真有点商业头脑。 这老槐树伴随着村里每一代人的成长, 也见证了每一代人的消亡, 村里人对老槐树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我爷爷说, 解放以后,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多亏了老槐树, 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死亡, 每次说到这儿, 我爷爷都是双眼含泪。 自然灾害那三年, 全国缺粮, 城里还好一些, 有救济的口粮, 但是农村就惨了, 家里能吃的全吃光了, 山上的野果野菜也被村民吃光了。 整个村子的人都是骨兽临巡, 仿佛一阵风都能给吹倒了, 到最后一年, 什么树皮树叶能煮的东西, 全混到一起, 用大锅煮烂后, 大家闭着眼睛直接喝下去, 喂的就是能活命。 那个年代, 经历的事儿啊, 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后来村子里能吃的东西没了, 唯独剩下那两棵老槐树, 没人感动。 毕竟这么多年了, 大家对这两棵老槐树, 都当亲人一样。 眼看着村子里的人快饿死了, 村长和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 当着村里人的面, 对两棵老槐树诉说了很久。 大意是天灾所致, 为了能活下去, 不得不对老槐树下手了。 村长话音刚落, 一阵风吹来, 漫天的槐花开始飘落, 那一刻, 全村的人老老少少, 都给老槐树跪下了。 从那天起, 两棵老槐树, 每天白天落花夜里开花, 一昼夜的功夫, 树上又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槐花。 村里人靠着这些槐花活了下来, 没有一个人饿死, 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两棵老槐树完全违反自然规律。 三年灾害结束, 村民们分配到了救济粮, 村里人第一件事, 就是要感谢老槐树。 村长就带着几个人, 起个大枣, 奔着省城去买贡品去了。 去的路上, 碰到一对步履阑珊的老夫妻, 朝着村外走。 老夫妻主动跟村长打招呼问道, 二娃子, 你干啥去呀? 村长说, 去省城买点贡品, 给老槐树做个答谢。 那对老夫妻笑了笑, 慢悠悠地走了, 村长也没当回事。 等快到省城才觉得呀, 这事有点怪异, 自己怎么没在村子里 见过这对老人呢? 况且自己都快七十了, 村里知道自己小名叫二娃子的, 差不多都过世了。 这想来想去也想不通, 催促着几个厚称啊, 赶快买贡品。 等到村长几人回来的时候, 见到村民都站在槐树底下, 还有的人哭哭啼啼的。 原来尽早有人发现老槐树枯萎了, 曾经的枝饭叶貌不存在了, 大量的槐树叶全部飘落下来, 光秃秃的树枝透露出一股凄凉的气息, 村里人都沉默了。 那天村长带领着全村的村民 对着两棵老槐树举行了圣大的祭祀, 感谢老槐树的救命之恩, 并且定下规矩, 这两棵老槐树永远不能砍伐, 这是村民的命根。 后来通过村里的神婆沟通, 村民才知道, 那天早上村长碰见的那一对老夫妻, 就是老槐树的树林。 树林为了救村里的姓名, 耗尽了自己的修为, 所以才会有无数的槐花来让村民们食用。 树林告诉神婆, 他们回山修行去了, 等恢复修为还会再回来的。 从那以后, 每一年的那一天, 村民都会祭祀大槐树, 直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节日过来。 直到我上初三那一年, 枯萎了几十年的老槐树, 竟然开始长出新枝叶来。 村里年长的人都说, 树林回来了, 又来保护村子了。 作为接受国家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我是很不懈所谓的迷信的, 以及各种灵异知识, 但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令我终身难忘, 又无法解释的事情, 改变了我这种观念。 那年, 我还在离家千里的青海上大学, 我的家乡是山西的一座小城, 家里有三个孩子, 我是大女儿, 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 弟弟比我小六岁, 年轻的我第一次出门在外, 每天的日子都是那么热闹新鲜, 所以很少往家打电话。 有一天, 和往常没什么不同, 我上完课, 吃了晚饭, 和同学上了晚自习, 还去操场玩了一会儿, 就和平时一样回宿舍睡觉了。 睡前心里忽然就觉得烦躁不安起来, 总觉得气憋憋地喘不上气, 我还以为忽然有了高原反应呢, 就翻来覆去地, 到了凌晨两点多, 才晕晕呼呼地睡着了。 昏尘中, 忽然看见弟弟, 这我还奇怪呢, 难道他来青海了? 正想着又看见一大群人在追着他跑, 他冲着我跑过来, 边跑边喊, 姐姐, 姐, 救我! 来不及思索, 我一把抓住他, 他的身上冰凉冰凉的, 头上身上全是血, 一动不动了, 那些追他人的手里, 拿着砍刀滚棒, 还有拿灭火器的, 铺天盖地地朝他砸了过来, 我一下子就扑到他身上, 挡住了他, 然后背后乱七八糟地开始疼, 这忽然头上也闷闷地挨了一下, 就晕过去了, 什么也不知道了, 突然刺耳的闹铃响起, 一看被熬, 早上七点了, 但我的头还是晕晕的, 想着昨晚的噩梦, 心里猛然虚了一下, 是不是弟弟出事了, 但又一想, 哪有这样助自己弟弟的, 他能出什么事啊, 上完课, 心里还是虚虚的忍不住啊, 给家里打个电话, 妈妈接的电话, 我也不敢问是不是弟弟出了什么事, 怕妈妈胡思乱想, 只是问呢, 弟弟干嘛去了, 妈妈说出去玩了, 又问我怎么忽然打电话回家, 我没说什么就挂了, 想着没什么事, 我就放心了, 下课后, 和同学约了去洗澡, 同学帮我搓背, 突然就大声惊呼, 你背上怎么了, 我猛然一惊, 很直觉地联想到昨晚的噩梦, 赶紧背对着镜子照着看, 红红的纵横交错的刀伤, 布满了我白皙的背, 显得格外的猙獰, 我心里一动, 赶紧摸头上, 我呆住了, 我后脑勺果然中起来的疙獰, 是昨晚噩梦被打的, 那弟弟, 我背上冒出一股凉气, 冲出浴室, 又给家里打电话, 这次接的是爸爸, 我顾不上太多, 直接就问, 弟弟是不是出事了, 爸爸很惊讶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还专门告诉你妈妈, 不让对你说的, 怕影响你, 这后面的话, 我顾不上听了, 昨晚的梦境, 已经吓到我了, 我颤声地问, 人, 人没事吧, 爸爸难过地说, 枪就过来了, 但伤得很重,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告诉爸爸, 我立刻回去, 等我买完车票, 坐上车回家, 已经是四五天之后了, 弟弟出事, 是在我的梦前的一个星期, 所以等到我回家的时候, 也已经出院, 在家养身体了, 我进门一看, 他头上绑着厚厚的白纱布, 后脑勺还阴出点点的血子, 部位和我头上有疙瘩的部位, 不差分毫, 而且他的背上也缠满了纱布, 爸妈就问我, 怎么就知道弟弟出事了, 我缓缓撩起背上的衣服, 给妈妈看, 爸妈也都呆住了, 我背上的伤痕分布, 和弟弟背上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我的背部, 只是痕迹, 而他的背上, 真的是刀伤了, 我把妈妈的手, 放到我后脑勺的疙瘩处, 妈妈颤抖地摸着, 爸爸更是大害, 我们三个人, 还有床上弟弟, 都静静地对视着, 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后来爸妈告诉我, 弟弟刚出事的情景, 确实如我所说的梦, 浑身鲜血, 被人打得半死, 连医院的医生都惊讶地说着, 哎呀, 小伙子看着伤得这么重, 可真正治疗检查时, 那些却只是皮外伤, 还有伤筋动骨,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也许这就是亲情吧, 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牵引着弟弟, 在他被人打得半死的时候, 他向我求了救, 而我虽然只是睡梦中, 以身体护住了弟弟, 但却救了他的命, 我的身上的痕迹, 没几天就消失了, 弟弟也仗着年轻,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但我们一家人回想起当时的情情, 仍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终于相信, 世界上真的有我们无法解释的 诡异之事了, 酒鬼的传说, 清朝嘉庆年间, 汉中有个家伙, 嗜酒如命, 这每天早上起床, 穿衣服前呢, 要先抿一口高粱酒, 不然起不了床, 晚上脱了衣服, 躺在床上, 还得再灌盘湖, 不然睡不着觉, 他这腰里呢, 挂个酒葫芦, 走不到三五步, 就得拿出来喝一口, 哪怕酒葫芦空了, 也要凑到鼻子前闻上一闻, 久而久之, 人们都叫他呀, 张大葫芦, 这偏偏有一天, 也不知道张大葫芦, 是没吃饱饭,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状态不好, 喝的是鸣丁大醉, 你看他, 一边走一边喝, 嘴里还嚷嚷着,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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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晚正是大年三十, 除夕之夜, 大家都在家里吃年夜饭, 路上呢, 也没什么人, 恰巧这天晚上, 天色特别暗, 伸手不见五指, 张大葫芦走着走着, 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红薯窖里边了, 这窖不深, 底下全是松软的黄泥, 张大葫芦爬起来, 浑身上下摸了一遍, 嘿, 还真没有什么事, 他一仰脖子, 又结结实实地灌了一口, 真是好酒啊, 喝了这么多, 摔跤里都没事, 明年日, 说, 说什么也得, 说服老老婆子, 再多酿个几百斤才行, 这时, 他隐隐约约听见好像有人在说话, 还有锁链在地上拖着走的声音, 各吱吱各吱吱的, 张大葫芦只觉得是幻觉, 狠狠掐了一把大腿, 这不成响啊, 一下子疼得差点叫了出来, 是真的, 他害怕极了, 赶紧捂着嘴巴, 只听一个威严的声音说, 今天晚上, 我们要去圆宫庄, 抓那个张大葫芦, 黑白无常准备好铁链, 师爷查一查时辰, 师爷应了一声, 传来一阵的声音, 张大葫芦想, 这大概是在翻生死簿了吧, 又听见是要抓自己, 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口, 这边师爷在生死簿上找了几遍, 总是不见袁宫庄张大葫芦的名字, 于是师爷就问土地爷, 土地爷, 你知道张大葫芦这个人在哪里吗? 我们这阴间的生死簿上没有, 杨坚怎么也见不着他呀? 土地公就说了, 你找的这个人已经入了土了, 你在阳间再找也白搭, 这师爷半天没有说话, 应该是在思考, 最后他说了一句, 不要紧, 今天晚上在这没抓着他, 以后我们在长山那里也要把他抓了去, 说完这句话, 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这张大葫芦听得是冷汗直流, 心里死死记下了, 今后一辈子一定不能去长山, 千万要牢记, 他躲在地窖里, 一夜没敢出声, 直到天亮才敢大喊救命, 正好这地窖的主人来取红薯, 听见里面喊救命, 连忙把他救了上来, 这张大葫芦上来以后, 连声败谢, 还不断地呀, 向地窖磕头, 搞得这窖主人莫名其妙的, 不过张大葫芦倒是精明, 前一个晚上的事, 一个字没敢提, 此后的几十年, 张大葫芦一直死守着自己定的规矩, 无论何事, 死活都不去附近的长山庄, 倒也是落了个平安无事, 这转眼活到七十多岁了, 一直把这天机暗藏心底, 可是啊, 无巧不成书, 有一年, 张大葫芦驾到长山庄的孙女家里闹了矛盾, 一家人吵得很激烈, 非要请他去调解不可, 张大葫芦犹豫了很久, 但还是禁不住着宝贝孙女的软磨硬泡, 答应了, 到长山后, 他果然迅速化解矛盾, 主人家很是感激他, 又请他喝酒, 他毫不例外地又一次喝醉了, 家人把他抬去, 放在床上安顿好, 都去睡了, 半夜里, 张大葫芦被尿憋醒了, 起身去了趟厕所, 他晚上喝了多点, 再加上不熟悉环境, 回来后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睡的屋子了, 这风一吹冷嗖嗖的, 当时又困得不行, 这可击坏了张大葫芦, 所谓关键时刻, 好运到啊, 就在又困又冷难以忍受之际, 他摸到一个柜子, 里面还铺着褥子和被子暖和得紧, 他也顾不得这是给谁的了, 先暖和和地睡下再说, 这还别说, 这柜子里既没风, 又有新褥子新被子, 张大葫芦睡在里面啊, 别提多美了, 这过了大概能有一个时辰吧, 他又被一阵奇怪有熟悉的声音吵醒了, 一阵脚步声, 伴随着锁链拖地的声音, 慢慢地向他靠近, 这听起来还不止是一个人, 这时一个尖尖的声音响起, 奇怪啊, 阎王爷让咱俩来抓张大葫芦, 出地府前查过他还在这, 怎么过来就又找不到他了, 一个嗡里嗡气的声音回答, 应该就在这儿了, 我们仔细找找, 这张大葫芦一听差点吓尿了, 阎王爷真的派小鬼来长山抓他了, 这下呀, 看来要歇菜了, 可奇怪的是, 这两个小鬼走来走去转了好几圈, 最后到柜子边停下, 尖尖的声音说, 奇怪呀, 怎么就找不到呢, 另一个声音回答, 我也是纳闷了, 我们去把土地爷找来问一下吧, 这不一会儿, 土地爷就来了, 坚生的家伙就说, 土地爷, 我们奉阎王之命来抓张大葫芦, 出地府前查过他应该在这里, 怎么会找不到呢, 另一个声音接话道, 土地爷, 你是不是收了好处在搞鬼呀, 土地爷连城不敢, 不是不是, 我怎么敢呢, 那人明明已经进了棺材了, 当然找不到了, 你们还是回去查查生死簿吧, 这句话说完, 就半天没声响了, 大概是小鬼他们在商量吧, 约莫半住香的时间, 脚步声和锁链声再次响起, 只是慢慢地远去了, 这张大葫芦长出一口气, 精神一放松, 困意随着而来, 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孙女早起, 惊叫起来, 爷爷, 你怎么睡在棺材里呀? 张大葫芦文言起身一看, 嘿, 可不就是吗? 自己躺着的哪是什么柜子呀, 这分明是一口棺材, 他仔细一想, 肯定是昨晚摸黑找不到床, 恰好摸到人家为老人提前准备的新棺材, 稀里糊涂的呀, 就躺进来了, 没想到是歪打正着, 正好再次帮自己躲过一劫, 想明白了这些, 张大葫芦乐了, 自己真的是吉人天相啊, 阎王爷又能奈我何? 不过呀, 得意归得意, 他再次下定决心, 以后说什么也不来长山了, 张大葫芦回家以后, 又平平安安地过了几年, 在那个年代里, 已经是非常高瘦了, 可他喝酒的嗜好, 却一点没变, 这天, 他跟几个老友聚在一起, 聊起了年轻似的事, 都很开心, 于是约好晚上去老哥们常态宝家喝酒, 这几个老朋友喝得很高兴, 其间, 有人不禁聊起, 这为何张大葫芦嗜酒如命, 却偏偏能够长寿, 张大葫芦一时兴起, 就得意地把两次奇遇给说了出来, 不料别人根本不信, 反而怪他心眼多不够朋友, 可以隐瞒长寿秘诀, 张大葫芦说了真话, 这反倒是没人信了, 不免有些失望, 这顿酒席最终是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 张大葫芦就在常态宝家住下, 夜里他睡着睡着, 突然感觉身子一下变轻了, 睁眼一看, 身旁一左一右, 各有一个小鬼, 手里拿着铁链, 锁在自己脖子上, 再回头看床上, 自己的身体还在床上沉睡呢, 小鬼大喝一声, 张大葫芦, 前两次让你耍诈使了阴, 逃脱了, 今天我看你还敢往哪里逃, 张大葫芦一看, 自己的魂被勾离了身体, 吓得是浑身哆嗦, 说话也不利索了, 两位大人, 你们别生气, 之前两次我也不是诚心躲着的, 不知着不罪, 你们就原谅我吧, 不过今天你们真真的搞错了, 这这里不不是长长长山呢, 另一个小鬼啊, 嗡声地说道, 怎么会弄错呢, 长太宝在家里排行老三, 不就是长三了吗, 这张大葫芦一听就急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这是长三和长山能一样吗, 那个小鬼一抖手里的锁链, 指着张大葫芦的鼻子喊道, 你还敢跟我理论, 第一次你躲进窖里假装入了图, 第二次你躲在棺材里假装进了棺材, 让你逃脱两次, 阎王爷已经责罚我们两次了, 这次你在长太宝长三家里被抓, 跟生死簿上写的是一模一样,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张大葫芦还想争辩, 这这这这个, 嗡声嗡气的小鬼不耐烦地打断他, 还掙扎什么呀, 你以为偷听我们讲话就可以永保太平啊, 你抬头看看这阎王天门口的对联, 张大葫芦抬头一看, 上连写着, 杨氏三界, 谁无死, 下连, 古往今来, 放过谁, 再一看那横梯, 嘿, 正要抓你, 古诗展上的小女孩, 这一天周末, 黄大海闲得没事, 一个人到青秀山公园瞎逛, 这看那看, 来到公园一角, 意外发现你这里新开了一个展厅, 是明代古市展, 黄大海起了好奇之心, 他只听说过埃及有木乃伊, 可没有听说过中国也有木乃伊啊, 看告示, 说中国的木乃伊是天然形成的, 而且是母子连体, 好奇心意起, 黄大海就花十块钱, 从那个花白胡子的看门老头手中, 买了一张票, 上了二楼展厅, 进到展厅, 四周的窗户, 都是用厚厚的帷幕遮掩着的, 黄大海过了好大一会儿, 才适应里面幽暗的光线, 他看见一具透明的玻璃棺材里, 静静地躺着一具女尸, 皮肤完好, 灰黑如铁, 紧紧地贴在骨架上, 看着就跟石雕一样, 他儿并没有取出来, 只见女尸的肚子微微隆起, 看情况也就是三四个月的光景他, 黄大海暗暗叹息一声, 多可怜的孩子呀, 还没能见上一个天日, 就陪着母亲长眠于地下, 命运是何其不公啊。 看把故事, 黄大海正准备下楼, 突然听见一声银铃般的欢笑, 打破了展厅里的镜幕, 寻声看去, 原来是个扎着蝴蝶结的, 月末六七岁的小女孩, 一个人在展厅里欢快地跑着, 黄大海不由得皱起眉, 这是谁的孩子呀, 展厅里展出古事, 又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 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 进来互跑什么呀, 正想着, 小女孩挟刺着跑了过来, 经过黄大海身边的时候, 突然绊了一下脚, 眼看着要摔倒, 黄大海赶忙弯腰, 一把扶住他。 小女孩抱着黄大海的脖子, 仰起脸看着黄大海, 河下一颗小痣露了出来, 红豆似的, 毫不漂亮。 小女孩娇声地笑着说, 谢谢叔叔, 妈妈来了, 我要去寻他, 得走了, 叔叔拜拜。 说完话, 他急匆匆地挣脱黄大海的怀抱, 连蹦带跳的, 就跑出了展厅。 黄大海站起身, 突然一个机灵, 脖子上感觉有点异样, 伸手一摸, 上面挂着的一块玉观音不见了, 他猛然醒悟过来, 小女孩摔倒是假, 故意让自己扶他, 好解他的玉观音是真。 好奸诈的小鬼头, 黄大海忙冲出展厅, 小女孩刚刚下楼, 黄大海冲着楼下卖票的老头喊道, 你暂停有贼, 快帮我接住那个小女孩, 她偷走了我的玉观音。 卖票老头一听, 也急了跳起来说, 谁? 你说谁偷走了你的玉观音呢? 黄大海大叫, 就是刚刚下楼那个, 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 卖票的老头看了楼梯, 却一脸茫然。 哪有什么小女孩啊, 我怎么没看见她, 黄大海急了, 指着那个小女孩说, 看, 那不是吗, 她已经来到你面前了。 这卖票老头毅然茫然四顾说, 哎, 我面前空无一人呢, 哪有什么小女孩啊。 黄大海急的是跳脚, 小女孩明明就在卖票老头前面走过, 她怎么就看不见呢? 她怎么就看不见呢? 黄大海忙蹬蹬蹬下了楼, 她已经来不及了, 等她来到卖票老头面前, 小女孩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 这玉观音, 虽说不是什么贵重之物, 但却是黄大海和妻子吕凤元结识时, 吕凤元送给她的定情之物。 现在让小女孩给偷走了, 黄大海好不心疼, 她只管卖票老头, 是不是和小女孩串通好的, 要不怎么故意放走小女孩呢? 这卖票老头啊, 对天发誓, 说真的不认识什么小女孩。 哎呀, 我今天一直都在这里卖票, 没看见你说的这样一个小女孩上楼啊。 你看把这卖票老头急的。 看卖票老头的神情, 也不像说谎, 黄大海就糊涂了。 这一卖票老头说的, 这小女孩还会障眼法不成。 可她心里一想, 也明白了, 定是这老头人老眼化, 失利有问题了。 而小女孩身体小, 跑得又快, 所以看不见小孩子。 不见了御观音, 黄大海也没有了游览的心情了, 四处找了一遭, 不见小女孩的身影, 只好兴兴地回家了。 刚进门, 黄大海的心, 扑游得又是一惊, 他家的门居然大开着, 难道还真是祸不单行? 自己在公园不见了御观音, 家里又城池失守, 遭了贼吗? 这屋里啊, 还隐约地传出响声, 黄大海折回身, 从楼梯角拿起根木棒, 再捏手捏脚地上了楼, 冲进屋里, 愣住了。 那是什么贼啊, 分明是吕凤源, 在家里搞卫生。 吕凤源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家公司任高管, 薪水丰厚, 结尾这个, 婚后他还不想辞掉工作, 回到黄大海所在的城市里。 想多干两年再回来, 这种新版的牛郎织女的生活, 带给黄大海的影响, 就是两个月, 才能见上一次吕凤源的面, 然后又匆匆地分离, 期待下一次的见面的时间。 可是半个月前吕凤源刚回过家呀, 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吕凤源小鸟依人地扑进黄大海的怀抱, 告诉他说, 由于业绩出色, 公司这个月安排他和其他老员工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度假, 他舍不得去, 推掉了。 而为了给黄大海一个惊喜, 他也没有提前通知, 而是自己回了家了。 黄大海歉意地告诉了吕凤源, 今天不见的御观音的事情, 吕凤源轻笑一声, 说着, 御观音只是个信物, 你要时时刻刻把我放在心里, 有没有这个信物又有什么关系呢? 黄大海激动地给了吕凤源一个吻。 吕凤源的假期匆匆结束, 一晃又是一个多月过去, 这天, 黄大海接到吕凤源的电话, 说他有了, 黄大海一争, 很快就反应过来, 吕凤源是说有喜了, 吕凤源称怪道, 都怪你, 是你故意让我还伤的吧? 黄大海赶忙解释, 我没有。 吕凤源轻笑一声, 你紧张什么呀, 我又没有兴师问罪, 我已经想通了, 钱挣得再多, 也比不上两个人在一起, 为了我们的孩子, 我这就辞了职, 回到你身边去。 撂下电话, 黄大海激动万分, 他早就过腻了这种牛郎之女式的生活, 吕凤源不肯回来, 也不想过早要孩子, 他们一起的时候, 都逼着自己采取措施, 一直也没有意外。 这次回来同样也不例外, 黄大海采取了措施, 想不到却出了问题。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怀上孩子后, 他居然改变了主意, 提强回来, 怎么不叫他欣喜若狂呢? 一晃八个多月过去, 这天吕凤源乡下的父亲的六十岁生日, 吕凤源说, 六十亿花甲, 乡下人最重视六十岁的生日, 坚持要回去给父亲祝寿, 黄大海拗不过他, 只好开着车, 陪他一起出了门了。 车子跑了一段高速, 再转上一条省道, 前面就是大河, 黄大海正要上桥, 吕凤源突然惊呼一声大叫道, 小心, 前面有人。 黄大海一惊, 一看, 前面果然冲出一个人影, 窜上了公路, 他急忙刹车, 还是来不及了, 砰的一声, 车子结结实实地撞了过去。 黄大海战战兢兢下了车, 吕凤源也下来了, 可是他们走到车前头, 都带着了, 车前头空荡荡的, 居然什么都没有。 刚才明明撞了人呢, 怎么下了车, 人就不见了, 道路两边都是平坦的沙地, 不见人, 也不见尸体。 而路面同样看不见血迹, 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可是回头看车, 凹下去了一大块, 分明是被撞击过的痕迹, 而且车标也不见了。 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黄大海也懒得想去想了, 招呼吕凤源上了车, 启动车子, 刚要上桥, 突然山崩地裂一般的一声响, 眼前的桥, 整个都崩塌了。 激起了冲天的水花, 黄大海和吕凤源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多亏刚才这个蹊跷的车祸, 要不然他们两人刚好走在桥上, 连人带车这一摔下去, 要想再活着回来, 可就难了。 绕道回到吕凤源的家, 吕凤源的肚子突然剧烈疼痛起来, 黄大海慌了神了, 竟是刚才一路的惊险, 让他动了胎气, 早产了。 这时候送医院已经来不及, 吕凤源的父亲赶忙找来村里的接生婆, 焦急地等待中, 房间里传出吕凤源撕心裂肺的一声喊叫, 然后是清脆洪亮的婴儿啼哭, 孩子终于平平安安地生了下来, 黄大海也总算松了口气了。 他走进房间, 接生婆告诉他是个女娃, 很健康, 母亲也平安, 黄大海给吕凤源一个吻, 过来看孩子, 突然看见这孩子小小的手上居然攥着一个什么东西, 摆开一看, 赫然是在古诗展厅上给偷走的那个玉观音。 黄大海猛地想起了什么, 轻轻抬起孩子的下巴, 河下分明有一颗红豆式的小枝, 他呆住了, 难道拿走玉观音那个小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吗? 第二天, 黄大海和吕凤源回到了城市, 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昨天青秀山公园的古诗展里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事情, 城镇女士的那个棺材突然碎裂, 就连棺材内的女士也断成竖节, 就跟遭到猛烈撞击似的。 更让人费解的是, 碎裂的棺材内居然有个小车的车标, 难道说女士是被车撞的? 可什么车能开上二楼展厅呢? 报上还说, 文物专家过来进行抢救性处理, 可奇怪的是, 古诗的各种器官都在, 可以复原, 就是里面那个胎儿消失得无踪了, 怎么找也找不到, 看着报纸上登出的车标照片, 黄大海顿时睁住了, 赫然是他车上不见了那个。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邮递员送信来了, 黄大海打开信, 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照顾好孩子, 她是你的女儿, 曾经也是我的女儿, 就当是一个母亲的最后请求吧。 昨天为了不让你们过桥, 我硬生生挨了你们一撞, 已经魂飞魄散了, 再也凝聚不成形, 可怜, 六百年前我看不到她出事, 六百年后, 还是一样等不到她面试那一天。 但是, 只要她平平安安, 我也无悔了。 刚刚度完, 黄大海手中的信纸突然一下碎成碎片, 飘散在空中。 摇篮里的孩子目不转睛地 看着蝴蝶一般飞舞的碎纸, 小嘴一扁, 哭了起来。 哭得那么伤心, 那么的依依不舍。